嘉義新港有公廟辦活動 搏油路滿滿都是紅色炮竹 鋪滿整個馬路 馬路變成鞭炮紅毯 爆竹狂炸篡淹 空氣一片霧蒙蒙 當地公廟舉辦銀神繞進 鞭炮炸整排 炸到整條街都是刺鼻鞭炮位 附近店家和民眾抱怨 放炮銀神釀空污 而環保局表示 依照空污法最高可罰十萬元 高雄社區樓下有鎮頭敲鑼打鼓 一路放炮 增添熱鬧感 但偏偏挑在週末 早上六點半繞進 不少住戶一早被吵醒 高分被繞進 隔一條街都聽得到引發民怨 網友說睡到一半被炮聲嚇醒 我的起床氣比炮還大 雖然不是天天這樣 但我一天也不行 對啊 就早上到下午都有 就還是都會被吵到 可是如果天天這樣子 可能住戶心會比較長 宮廟繞進 放炮銀神 廟會活動雖然是習俗信仰 但把炮鋪滿整個馬路 狂炸冒黑煙 早上六點半開始敲鑼打鼓 不管是空污還是噪音問題 恐怕都已經帶給住戶 不想困擾 記者嘉義高雄 綜合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